我吃的食物,一天賣1萬元 王總,你這是老湯嗎? 是老湯 我幹這麼清澈的 我幹了幾層的老湯,就沒喝過 35代的老湯 剩下的價格,在揚州,我們這個價格已經是鼓的大 一斤打賣啊? 一斤20塊移薪 你怎麼想起來能搞這麼便宜的? 現在正常這個價格,按照我們的航運計師的價格 別人不是現在好像40、60啦 45一斤??我剛才在望望遠路 每次来的卖20亿斤 阳州猪头的口味是在全国国际 南州比较生硬 口味比较生硬 它是一个大方口味 南京猪头呢在南京市 南京地区就比较有名气 你要南京猪头到我们阳州肯定生存不了 所以我们在阳州没有一家买六合猪头鹿 而是南京什么猪头鹿 我们阳州猪头鹿为什么生大方口味呢 它主要就是什么没有什么大料香菌啊什么东西 它就吃了主要就是特殊的就是漏的香味 漏的本身香味 它没有什么添加鸡啊什么东西 哦吃了本质香味了 而且这个大料也放的很少 大料也放的很少 这是洗第二遍的啊 对第二遍 哦第二遍 干截的 这是干截的 一天螺丝锅 巨型大锅 剩枪鸡 得机如山 得机如山 猪头肉 这是第一锅 这个场面 出锅 我一天烧这么多猪头 一到我这个家庭上了 都没我们到一点意味 所以我们就是仇礼 是最认真的 绝对到位 揚州人民正幸福 二十块钱吃这么好的猪头肉 这叫半尺头 这个这么烫就要出锅吗 这个必须要趁热的出锅 因为热的出锅 这八尺人这个猪头肉 形状好看 蚊子 哦 没有碎肋 你不想烫吗 不烫 不烫 哦 戴上手套又戴这个 一丝衣手套 一丝衣手套 哦 这个 这是聚集的 那你现在也是转嫁了 替故转嫁 这个对头肉不用滷到很辣很辣 嗯 对 就是 我发现你们这个阳州猪头肉和露何猪头肉 不一样露何猪头肉这个好比菜过骨肉他还要弄弄一遍所以他那个太烂 你要没有100猪头 一天一百个鱼 一百个鱼 一个鱼有多重? 设计? 设计有8斤 以后有4、5斤吧 颜色就有十一 有十一 你们这个一天炉几千斤要几个工人炉呢? 工人5个最家的 6个人 厉害干截的 二十 真便宜 二十百这么多 这话又不到 排队 他家是不是 养种最便宜的 是的 你经常来他家买吗 经常来 买回家吃猪头肉喝来呗 我们今天这是四十五的猪头肉 这个是二十的 我们先尝尝这个四十五的 我来尝尝这个四十五的 来快飞嘞 这块好才搞得准鼻子 怎么我吃这个二十二十四五的好吃呀 你吃到四十五左右的本质香味 回口留下 我们先吃这个四十五的